做案子是亏欠的 今天第一场全太阳 说到底 我就这样跟你们讲 有时候 这种感性一点 感性一点 也没什么 你总归你 你只要找出一个理由 能够说服自己 这件事情能做 那就做了 你账不能细算 你细算这个就很难算了 细算你还算你的时间成本 你还算你的这些成本 算下去 你就觉得妈的好像都亏了 你怎么算都是亏 你当你感性的时候 你不算那么细的时候 妈的今天脑子一拍就做了 不是那么回事吗 是没什么错 很多事情很多事情 都是妈的拍脑没想出来 花的不是你的钱 本来花的也不是他的钱 他是CDO 他又不是董事长 他慌个毛 对不对 就算即便是董事长 他也不是一个人百分之百股份 妈的反正有兄弟们品摊的 哎呀不要慌 这到最后你妈个姬 他也有理由的 我妈为什么要做 因为我们那妈平台还有这个项目 还先那些拳手在那 哎呀是呀 就是反正你找个理由 把自己说服了就做了 就那么回事 在CEO花的也不是自己钱 对不对吗 换个毛 哪那么难吗 这种事情 报表过得去就好了 凯就完了 感谢小二放牛V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对 这种东西就像 就像你妈的 凯自的TVG 为什么要做新技战队一样 他们你妈做不做就无所谓 我靠 不是脑子一拍就上了吗 脑子一拍就过了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好了 第一场 从内阳队帮你 第一场 我靠 直接野兵赢去了 我靠 那么赢啊 这谁啊 我们看下尊敬 上方的实际上方 就是蓝色的人主选手 来自于阿菲卡战队的TY 对啊 TY直接野兵赢去了 搞逼啊 趁着黄哥老婆 已经控制了公司财务 偷偷把法人掏空了 毛 也单病啊 丢下方的5.5 就是红色的人主选手啊 来自于NV战队的邦尼 邦尼这两人不上战队赛 也是因为他有GSCL的比赛 对 15比6啊 这个压倒性的60啊 但邦尼今天一定会准备一些战术 但邦尼的TVT不是很厉害 全太阳的TVT要比邦尼厉害多了 你妈TVT之神好吗 假的呐 今天 很难打啊 I go Oh it's different from me Let's make fun of it That's the right way That's the only way to live 嗯 邦尼虽然准备了点东西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打不过全太阳 挺难打的 说真的 全太阳前几天表现出来 TVT的实力的确也是属于 属于这个非常强势的状态 他这个是要野VS吗 什么野光头 这你妈是什么什么战术啊 这个是啊 野光头 他那他也不是那种往死里整的野光头 野光头之后他还是转的VF的 科技也不比你慢多少 看不到 我靠 我帮你一会人都傻了 他估计还是要野VS 然后光头 然后打正面 然后解放者 站一下 一接触就没了 看这个VS放哪点 他直接先要去了 光头已经有这个阵弹弹了 反应很快 这个反应真的很快帮你 基地可能要被打退啊这样 这个两个光头系输出很高的 基地应该是退了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打 你要不要拖农民 他抢手 他不愿意退 拖农民是唯一的解法 拖农民 他拖农民很伤啊 三个光头了 火车 还带火车的 他就知道你要拖农民 对 这火车进水了 我怎么感觉帮你没了 这种火车这么传法 这收得了 基地还退了 还被杀了七个农民 自己二矿再开出来 这个就属于战鼠完爆了 对感觉这个一来一回差很多啊 好了全太阳这个VF有点精髓 并一飞过来直接照你视野 他用光头去蹭你 你又没东西打光头 都是设计好的啊 这套战术 包括你拖农民他都想到了 他就要蹭你那个就好了 房子要 你来不来 打你个房子也很痛啊 你这样你只能忍啊 可还被蹭两个房子吗 可能这样被蹭啊 他有事业的呀 干嘛呢来嘛 你不觉得这已经很不想玩这个游戏吗 我觉得已经输了呀 一个兵营的代价 一个兵营一个农民的代价 换了那么多东西 全太阳我觉得下一次给他平的时候 战术绝必要拉拉拉高一点 哼 他本来就是战术型选手吗 现在 是的 绝对要拉高一点 战术心态绝必应该拉高一点 操作可能稍微差一分 对吧 九分 少弹车 哎这个这个防守已经防得很好了 你出来你啥都打不到 这帮你还要反打 感觉处处被算死 带个坦克 头出去拼一枪了啊 没有 这个必须要拼这一枪 全太阳都守好了呀 你这枪怎么拼得到吗 哎 绝内 你过来绝内也有坦克的呀 有坦克 有导弹车 也不怕你 还有光头 直接想贴边头进去吧 打一头 绝内 有 有一个围巾 有一个围巾 哎 哎 拐进去了 拐进去了 还行 还行 还可以 拐进去了 两个坦克 这个 拐进去了 不错了 这边导弹车解决了吗 导弹车火车 啊 这个都无所谓 这个都无所谓 主要里面 再往里面蹭 好像 你说真的打到多少东西吗 也就那么回事了 哎 有 有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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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退了一次基地而已 有锁了吗 还是直接炮台 炮台 炮台 这 就好像也 直接几几 他 也没打到东西啊 对 他战术被克中 然后最后一波 他就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你稍微停个0.5秒 点一下马上就退 你比我快0.5秒 等一下吧 等一下吧 就反正就 你点一下暂停马上就开了好了 就好了 OK 不愧是你妈全太阳 这战术准备太重分了 上来你妈的加上吹牛逼一公里就15分钟 我估计打了就打了5分钟 TBT也太快了 这个战术准备 全体像这样 你我前期如果说我我就再放出来说打不死你 那大家可能会打到一个大偶旗 因为他在进攻能力这块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啊 对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又去了 你妈的不会吧 好像邦尼也是准备 两个人同时也应该也在那个 邦尼是也两兵 全太阳也单兵邦尼是也两兵 那出生点位都不用看直接直接直接看是吧这个战术吧 都不想好好过是吧这个例子 他能让你搞我 这个也两兵我说实话 全太阳这个战术挡不住啊 直接跳死神跳死了呀 对 这个怎么挡啊 邦尼肯定是优势现在这个开局 对 全太阳是想非兵上去吗 刚刚是这个位置 只要他出死神的话 其实非不非都无所谓的 只要邦尼在双线没有出问题 就没事了 这双线很难出问题吧 全太阳还是那招 哦不对 他是出死神的 单兵因死神 野权家 啊 他你们野权家吗我靠 好像是野权家了 啊不不不 在家里 在家里 他的现在都那么拼吗 这边也要等三个 全太阳不管了 他他第一个就出去了呀 好了 直接过去 看到了看到了 直接过去 帮你去冻死来了 发现兄弟你也是野兵嘛 好好打得了一个 但是没用啊 但是没用啊 造好了吗 没造好 没造好 还没造好 强硬造 强硬造 肯定造的好 这个肯定造的好 好 修造一个火车 看双线 大家抗压呢 抗压怎么样了 拨命的呀 这个 但是杀起来肯定帮你猛啊 那是 一宝 这边没采划也很强啊 不计杀向最后等火车出来 唯一不 马上就出来 马上就出来 火车出来拼一枪 不计啊 现在全部的注意力都应该在火车里的 第二个火车 打不过吧 四个 修一下修一下 修一下 赶紧 家里面也没操作了 你不操作了 第二个 第二个火车出来 帮你走 死了一个 第二个要没秒吗 二个吗 哎呀差一点 哎呀没秒出来 那拳的要输了 第三个火车 你 我说实话 摸不到这个呀 他可以回血 你摸不到呀 他火车肯定不会打的呀 现在 现在打猫啊 走了呀 五个输了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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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单只有三个 他如果刚才是秒掉了一个的话 就有机会的 嗯 看钱啊 钱这边 传单还有最后一个机枪 然后再出一个 帮你也出了个火车 他输了 这火车应该出到下面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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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are the two barracks then that are floating for bunny they're still down the bottom left in fact they're not floating uh there's a chance that you could land the cc somewhere land them you'll suck up some more resources make a few more resources 他地堡退了那就 结束了他没钱啊地堡退了你打不过地堡退了肯定也没有 那么多还有火车我没了没了没了 一笔 撤你吧这两个人 撤你吧加起来又打了五分钟 这你妈的 这个东西没办法 这个人这妈的感觉 藏不住表情呢 说的没错 这样很难成为世界第一啊 不对 雷诺也是这种狗逼 赢的就开始笑 他成为不了首先 赢的就开始笑 各种笑 两人表情都很严峻啊 那一诺还会打广告赢呢 这你妈的 哈 老子帮你的话我他妈第三盘 我继续野兵 他妈说个毛 因为我我觉得全内阳是一个很有脾气的人 他也有可能第三盘还是野兵 对 我们来看看出生点位啊 好两个人都是选择求吻了 地图下方的 这两种方向就是红色的人渡选手 这些NV战队的邦尼 你妈这张脸就很衰我靠 你妈永远感觉他张脸就很衰 你不觉得帮你张脸有点像那个吗 是啊 有点像那个 特别他眼睛有点像那个 这个叫谁来的 这个 这个老眼那个 那个 那个洗脚的那个 这个叫啥来的 老眼洗脚那个 那个 就跟大鹏一起演洗脚 那个 对对对 那叫啥来的那个叫 老眼 他是帮别人洗脚 还是他被别人洗脚 乔山对吧 对乔山 你不觉得眼睛很像那个乔山吗 特地 然后整体感觉很像那个 邦尼的整体感觉很像那个 那个什么王大志 然后眼睛比较像乔山 好了 这把两个人都求稳了 战术都相同的 竞相开局 大宝剑一哥 乔山你妈搞笑的 我上次上次看过他和那个谁 他跟柳妍好像你妈的演过一样 他经常演那种 你妈搞笑的一批我靠 什么 黑白无常 这个人就是邪心了就是 这个绝毕是个邪心 这个人绝毕是个邪心 以前他跟那个大鹏演的那个什么 屌丝什么 屌丝什么那个 搞笑的一批我靠 表思难事 妈开始来个90的 90的都长这样 那280的不起飞了 然后妈别人来的90斤的 然后给他来了个280斤的 你妈搞笑的一批 你妈搞笑的一批 来个298的 是298对98都长这样 双方这一排是比较稳健的那种稳定开局 就是全内二人空头火车 四火车 这边换一换 然后直接投4个火车进去 这个投火车 这个其实 投不到什么东西我感觉 你烧人猪农民烧的很累的 除非是人猪失误 这种都是标准开局 绕一绕 好火车贴边 直接进去 锁哪个 装哪个 锁哪个 就装哪个 他没有这个反应 我靠 可以可以可以 把牛民投下来可以 最后一枪 哎呀 没烧出来呀 全空穴 那这个空头前期的话 亏了亏了亏了 有点亏 四个火车一个死成啥都没打的 四个火车一个死成啥都没打的 反打直接反打 但这个反打没有机会 全内二人是出坦克的 你这个反打的话 打是打不到东西 看能骚扰到什么吧 嗯 没问题 没问题 这枪兵那么多怎么可能有 家里面 家里面被投 很烦啊这个 其实点得掉一两个农民的 还好吧 两个围巾 哎但两个围巾把他封死了 强换农民 还行吧 还行吧 强换了四个农民五个 还可以啊 其实六个了 六个 但你运输机没回去 他有点可惜 你吃了对方多少东西啊 那倒也是 现在再补个刀 杀呀杀呀 帮你开局有点优哦 好 再来一个吗 这开局有点优势了 你看农民数量多十个了 但全家这部部队很凶啊 哎 他这部部队很凶啊全家这部部队 不是他瞎了 他没看到 哎 结 但他可以飞下来 他瞎了他真没看到 他还想出门 但多两个度压 这两个度压还是要命 哦 这多多两个度压 还好还好 反应快反应快反应快 他多两个度压 这个你不可能打得进去的 比如说你现在有个围巾的制空 你可以现在去占便宜 他现在就是靠制空 然后解放者等解放者来 对占便宜 全家这反打 他面压的还不错 帮你现在三倍出围巾啊 你这个是没有机会的呀 他为什么会 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会三倍出围巾吗 那说明他研究了起源流呀 这个时间点怎么会有三倍出围巾 这种说法吗 我靠 有的呀 人工智能就是这么打的呀 那全家我感觉这盘要招啊 全家还觉得自己的制空是有优势 其实不是的 帮你 度压都切出来了 他完全没有压力 要帮你研究了人工智能的绝技好吗 抱围巾 有什么错 好了 全家要输了 我感觉 招中了招中了 让你悬我 正面这个已经打不过了 正面围巾比你拖 人工站不住 我估计全体要弄低了 怎么会那么多围巾啊 对呀 人工智能的打法有没有有没有道理 那四倍出围巾 我靠 有没有道理 烧成马了 是不是起源流 我靠 难道是李培南把那场raplay悄悄的放给了帮尼 急急了 起源流成功了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时间点 帮你笑了 你再连十分 十分钟都没到 他都已经两VS去出围巾 对呀 这不就是起源流吗 有点奇葩 人工智能就这么打的呀 牛逼啊 TVT之神终归还是败给了人工智能的打法 他现在很不爽好吗 上来自己选的人 然后把他给干了 就去败这组了 你妈 全太阳 自己种下的鹰 就要吃这个骨 谁让你他妈的选他的吗